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别人战争流血 我们的心理状态 整个文化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套用他的理论来研究 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么大坡倒小山 因为在路旁的人怎么样看 为什么有时候帮忙 有时候不帮忙 然后我们在家里看着YouTube 看着视频 是怎么样的心态 两个层次的看 所以很多网友误会我喜欢看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还有网友以为我在学家提防 要怎么保护小山 把小山带去哪里 不是 我现在大爷学生做学术研究 所以我刚就用这个做话题 而且文涛我觉得很好 一碰到美女拿这个 出来做话题就可以跟她聊得很高兴 美女对这个比较有体会 很怕 她今天不当小山 人生路很长 可能过几年就当小山 是不是很多美女 这一生中都可能会有一次机会 做小山或者被小山 我觉得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穷 不能说是女生当不当的问题 男生追不追问题对吧 是不是 你还别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友 你真的不要把人性想得那么坏 就互联网的生态 就很多人他愿意 没有好处 就是对自己就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我就是跟着他说了一回 我说我跟马嘉辉也学习一下这个爱好 就看一些 我也喜欢看这个打小山视频 结果我那有个微博叫说吧文涛 哗 好多人就给我发 提供你吧 看得我都饱了 你知道吗 就是 你朋友怎么交的 我没收过的一个转发给我 我私藏 但是呢 你说打小山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为什么要打呢 就是如果是可以走法律途径 那么为什么后边的跟铁 而且大部分 我能理解成主流免疫吗 大部分都支持 说打得好 直前打得轻 为什么呢 他打得好是说不是打他的 要打别人的都OK 他打他的自己 他自己的小山 看他好不好 对吧 哎呦 我上次看见那个 也真是床上的爷们啊 就是说都那样了 老婆和可能还带着小舅子来打呀 打俩人都光着 他还紧紧的护着自己的小山 真爱来着 这个那个你很熟 最近这唯一一个 有人传给我的就是那一段 我就把它列入我的研究计划里面 因为又多了一个研究的点 在于说为什么会带着小舅子 小舅子坦白讲也是男人 他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你难道等于那句话嘛 圣经里面那句话嘛 里面谁没有错的 你就拿石头丢别人吧 男人女女都是 以前有一部韩国电影 好多年前的很好看的 我忘记那个名字好像叫蜜养啊 蜜蜜的蜜 阳光的阳 反正他是说一男一女 小三跟小王 人夫跟人妻出去优惠 撞车都躺在医院 结果两边的配偶去医院看对方 然后结果交往 刚开始当然非常痛恨对方 怎么你老婆来勾我老公 怎么你老公来勾我老婆 后来他们每天去医院 照顾老婆老公 他们的配偶伴侣 久而久之 欲久生情 两人要谈相恋爱 那整部电影呢 两个钟头之后 最后的对白是什么 那个女的在床上抱着那个男的 他自己变小三 对方变小王 那个女的是说 原来真的会 原来会 原来那种感情 我说那种需要 在那种情况上是会出来的 所以对不对 你今天不当小三 还是说回家去 小三 这怎么有一种 总有一天等到你的这个味道出现 你像小四不错呀 张学良那位 那到最后修成正果了呀 是不是 以下为两位老师的意见 我们本人不评论 我怕我 你知道我现在来这个节目 我都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我每次做完节目 都有不同的反向 比如说 我今天早上在看颁表的时候 排班台 就串台说 你最想离职 我说没有 我们要离职天地良心 他不是 你不是跟文涛去开一个什么 去做现场的那个网络主播 说也没有 然后录完节目之后 网友开始留言说 请问你的网店开在哪里 你的微店开在 我说也是没有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个节目 这个网友私下里 他们经常写错字 也有一个名字 有个别名叫什么 坑坑三人坑 或者叫枪枪三人坑 或者坑坑三人坑 这样就是挖坑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还别说 家伙这个问题 咱们猛一说 就是叫 就说违法 或者说侵犯公民隐私 或者说你这个不理性 你怎么能这样打别人 就涉嫌犯罪 对吧 好等等 但是你知道 我要是看的多了 广大冤仇妇女们的这种苦水 我就觉得这个事 你还真不好判断 那家伙 很多女的就说了 说你 中国的婚姻法 好像说 对于这个过错方 对她的损失 惩罚不够严格 再有一个 中国的很多老婆 她没有经济能力 往往呢 她为什么闹到就打 甚至有些人就说了 说 她为什么不打她老公 她为什么要打小三呢 对啊 我一直在想这一点 就不是 不打自己老公 要打别人的 对话 打了老公以后 她还要跟老公过呀 她是要把小三打跑了 她把老公打了 她自己 就说她自己最后落得了 所以她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理性思考之后才知道要打谁之类的 就反正她最后被抛弃了 她也生活无浊 那么孩子 破罪家庭 那难道你不打她怎么办 但这个法律上是有解决的 这个高法呢 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婚姻法 是有做出解释的 如果双方是在这个 比如说是有 对方有出轨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索取精神赔偿的 所以这是法律规定 但他们觉得不够 对啊 不够 而且执法的问题 没有 我就经常说研究 真的研究除了 刚说 为什么那小舅子 愿意帮忙 小舅子 小舅子 没有 还有什么 还有 是说 我很好奇 现在我找我研究处理 去找材料 是说 OK 打完之后 这一对夫妻关系 后来怎么样发展 那个才是重要 就里面包括了 那个大婆 打人那个了 有没有坐牢啊 判坐牢 罚款 还有更重要是说 他们两人怎么相处 你以为打完之后 从此那个男的就变好吗 好 就算他那几年在你身边 他不会觉得自己好像 生命没有意思吗 行尸走肉一样吗 我记得以前有个 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 也后来听一个朋友 讲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 什么 OK 他父亲啊 父亲从香港 在大陆 有了小山 然后来他妈妈也是带着弟弟姐姐 跑去抓 抓 捡回来了 把老公抓回来了 他的小孩也劝他 爸 你不要这样嘛 你当个好父亲嘛 好爷爷嘛 好吧 那个男人就 好吧 我就当好父亲 好爷爷 结果之后 那几年的生活 真的生不如死 每天要下去家里 小市区上面的公园 下棋 看人家溜 溜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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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己的鸟 别人的鸟 然后看人家 别人打太极拳 你这样 整个人啊 以前那是出门 因为要去找小山嘛 都穿着衣服 很光鲜 现在就穿一个 就像一个大伯嘛 对 也真的 就剩下溜自己的鸟了 对啊 我问你 要是一个女人 她最后决定 这么闹了 撞进门去 打了 你说她还想着 跟她老公以后过吗 我觉得 可能还是想 但是我觉得 就像马老师说的 就是 我觉得那个心态 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占犹豫 你只要反过来想 如果今天是男生 就是老公抓老婆的话 老公肯定也是 先是 想要先 夺回我自己的东西 至于我要不要它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就是你说你打了或闹了 你抓回来到底是什么 你就抓到她一个肉体 她心也不在你身上 她说什么 我还是很爱你 我觉得都是骗人的 我觉得都是骗人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像下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每个人的缘分 都有一段时间的 有效期限 过了就算了 如果他真的 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就 你很重要的一点 你经济独立 你要经济不独立呢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 就会不要签婚前协议书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想生了 我甚至能够觉得 这个恐怖主义的根源 你知道吗 为什么恐怖主义扫而不绝 它跟这个有 都是同样的 这个有原因的 是吧 而且我今天还看见 他们朋友圈流传 一个什么呢 开始说 有一个研究电影的 女教授叫戴锦华 你明白吗 戴锦华最近跟一个 一个人对话 女权 聊这个女权 然后现在都爱搞 那个标题 好像说戴锦华 聊这个多期 其实他不是 他是说 他说现在中国 这个多期质的 这个幽灵 仍然徘徊不去 你在很多表述里 能够看到 因为他是研究 影视剧的 像电影 你看他就是说 现在的这些个 宫斗 你觉得这里边 宫斗 为什么全民 都那么爱看 他从这个里边 就看出 就说这个中国人民 骨子里 还是有一种 多期质的 这种潜意识 但你看大家 觉得都特 好像都特认同 要不说 我说日本挺牛的 日本你觉得拍过一个东西 叫大澳 对对 大澳呢 反转的 反转的一个 开头拍的 就是一个男人 然后都是女人 后来反转了 是吧 是一个女人吧 然后都是 小帅哥 都是男人 但是你看 我们要是中国 拍一个那样的剧啊 应该不会被播出来 应该会直接就下架 不能播吧 对 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 容许 一定会有什么人 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什么 三重四德的一些框架 会放上去 可能连那个想象空间 都不会有 不能拍了 比如说下架 拍的时候 就马上有人冲进来 关灯关灯关灯 别拍了 别拍了 这样 可能已经阻止你拍了 对 因为整个运作 你看 这就说明 可能连审查 他内心深处隐隐的 也觉得 你要是一期多夫的宫斗啊 这玩意有点太叛逆了 太违背伦常 突然开始脑补 到底谁来当这个 这个一期多夫之的 那个男主角会好一点 一期多夫的 又婷 女主角啊 女主角当我都做这 还是 那我来当 您是两宫 黄太宫 好吗 东宫 又婷是东宫 您是西宫 枪枪三人行 光告之后见 这一期 当然你现在爱看的 可能是那种 一些小帅哥 哄一个小女生的那种剧 对我少女 少女都喜欢看这种的 因为就幻想自己是被哄的那一个 就会觉得哇特好的 然后特别是我 比如说我最近刚刚看完 那个我的少女时代 我也是啊 我哭的就不行了 怎么会这样 你觉得好看吧 好看啊 真的 就是我那天看的时候 我还真的很认真 回忆起我自己的少女时代的时候 就觉得说天哪 你看如果当时在校园里面 就是如此的平凡 也会被学校最帅的 以及学校最霸气的 那个同时都喜欢 人生好幸福 你看那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王大璐 王大璐 你看人家这个叫 王大璐 王大璐 那嘴都快咧到耳朵上去了 但是很有型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演的 那个很man的那个味道 他有型 他有个型是吧 特别有型呢 现在他可火了 对 火到都要跟自己原本的那个经纪人拆火了 要换金 拆去平 对对对对对对 叫老爸出几十万的钱 帮他这个解除他的经纪约 要投奔别人了 所以我觉得完全看得出女人的贪心 对不对 又喜欢很帅的 又喜欢很霸气的 女人就喜欢浪子 喜欢霸道总裁心 最好年纪小一点 对 就是这样 又浪子又君子 这样都算了 因为人贪心了 我觉得最不公道的 女人总是抓住一个浪子 想把他变成君子 种种矛盾就在这里 我们刚说什么大婆打小三等等 我们看起来像个笑话 其实背后做出很多悲剧 在香港在很多地方都是 因为我们看那种东西 那种剧 电视剧 看那种视频看多了 心中就还是想着说 OK 这是这样 人的生命 特别女人的生命 就是有个老公 老公永远 你叫顾你爱你 假如这个变了 你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那结果呢 很多又跳楼了 或者杀人 自杀 香港经常有 觉得我是欺负 被抛弃的女人 没有价值了 就跳楼 其实这些慢慢从小到大 就那种价值观 到最后悲剧的诞生 就是这里 我们最近香港有个广告 我觉得很生气 我在网上还连结 大家起来要抗议 为什么 那个广告是讲化妆品的 卖保养品 然后这是一个女的 然后就是旁边站着一个老男人 是干嘛呢 不是包养他 不是干巴 是他父亲 他说女儿 放心 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一定支持你 鼓励你 又依靠男人 你父亲 然后之后上个镜头 父亲把他签到教堂 交给那个男朋友 男朋友那句对吧 就说交给我吧 我答应一辈子照顾你 对不对 然后出来 就是要保养品的商品 好像女人一辈子的任务 就是要交给一个男人 来照顾 来支持 那你要做什么呢 保养好 保养 对这种完全我觉得是性别磁士的一个广告 那不保养好又怎么样 不保养好 可能人走到那边都走不到了 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晚婚 你知道还没走到 连保 还不来不做的话 就连走到那一步都没有了 因为我真的很生气 看到这种广告 我们男人再怎么保养好 都不会有人说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没有看到一个 对不对 我们用媒体圈好了 在香港 至少在香港 你看电视的新闻的女主播 十个里面有九个结果是嫁给 副一代副二代 这就是女主播 结果 她还没有叫结果 还在等待 你有看到哪个男主播 我说香港本土了 男主播最后是取个副二代副一代 香港没有 他们可能比较低调 不敢讲出来而已 是吗 有还是有 还是有 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 可是 不过我觉得现在女孩子 就是确实 我觉得是要从观念上去改变女生 对于自己漂不漂亮 有没有气质 就像说 我之前有一个 就是一个朋友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化 就是教人家化妆啊什么之类 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教我化妆 我说你干嘛教我清理一下 他说因为他去相亲 就他觉得那男生条件什么都好 这女生家里环境非常的好 就是各样都很好 但他总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不够漂亮 相亲的第一次就失败 他就对此耿耿于怀这样子 后来我当然是确实也介绍他去学化妆的地方 或什么 但是我就会 化了就好管用 就是他说他在下一次相亲之前呢 就是会先来给我check一下 这样子的哦不OK 可是我就会觉得很 其实我还挺反感重的事情 我就觉得说 就是 漂不漂亮跟保养好不好 其实真的是为自己 比如说你今天擦 比如说你今天擦一只很漂亮的心口 你出去然后你就觉得精气神都特别好 你觉得自己很美 你对自己的那个自信才会感受 让别人感受到 就像凤姐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 就是网路上说他 点点点点点 但人家自己觉得美到不行啊 明明胖了十公斤 他觉得没有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我就是这么美 我觉得就是女生要培养出霸气的这种感觉 对这样是 就真的能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人要学着 睁一只眼鼻之眼 就是别人批 对自己睁一只眼鼻之眼 要放过自己 我觉得要放过自己 有没有 就是不要太 就是不要把很多的框框啊 什么的套在自己头上 就比如说 我就160 我就没有办法像林志玲 我就这么man 我就没有办法 呃 那我就接受我的样子 我觉得 那如果他真的喜欢 他就是喜欢你的全部 而不是说 我当然也可以就是模仿 然后踩个20公分高的鞋子 踩出那样子 但那个就不是我 所以我觉得是要先接受自己 是什么样子 你讲的非常好 但是已经嗷了 因为呢 林志玲要嫁人 是吧 来不及 就是马克思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决定了一切 你知道吗 当脸是一个生产工具的 是一个谋生工具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喂 你知道现在这个 咱们那天讲这个 网络女主播 对我现在 大家一再问我去哪一台 做这件事情 我今天再给你讲一种 电商模特 你知道电商模特吗 他就 那你说 对于他来说 这个脸呢 不光是这个脸 就是连带着的 我这个炫耀出来的生活 问题不光是个虚荣心 那么简单了 你比如说 他们有人还说 说什么这个天王啊 比如说找一个网红啊 你好像一般俗气的观点 说这个般配不般配 但是呢 那个网红的粉丝就说了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有些 包括台湾母明星 找的女朋友 不都是这个吗 说你只是不了解 他这个挣钱多的年入过千万 这个网红啊 这年入过千万 而且呢 就是自己有一百多万的粉丝 对 比如说他开的这个网店呢 卖的这些东西 而且他 他某种程度上是个知名人士 对 也就是说 实际上人家 你是天王 人家也是个玉姐 对吧 没错 你在你的领域是霸气 我在我领域也是有一席之心 所以你看看 就是当他成为 当脸成为谋生工具的时候 我给你看看这个 这个照片 你瞧见没有 电商模特 哇 你这个我都想 就跟他们那个 你认识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 学习 没有 我只看他腿 你看 这是他们 他们要晒给外界的生活 晒给外界生活 就是他们一般在这种场合 怎么玩的 你瞧 这个过生日 一乡便饮 你说什么人看了会受吸引呢 表明一天晚上 我们就要喝这种 喝这么多 这种生活 有时候还参加一些个相亲节目 打自己的这个形象度 知名度 你看 现在呢 为了培养这个电商模特啊 已经出了训练班了 就培养 快帮我报名一下 仪态啊 什么的 我怎么觉得后边穿红T恤的男的 主位俩拐似的 这个你看 这个是参加的一些 手模胸模之类吗 就是看胸的 现在有这么一些节目 是吧 干嘛呢 可能是穿内衣吧 就看穿内衣 好不好看啊 就穿起来 有没有波涛胸泳感觉之类吧 对啊 你看 我现在觉得 你就是 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 你不能不承认 你这些 道学先生 你不管怎么说 哎 你不能不承认呢 这就是靠脸吃饭呢 就是靠脸挣钱呢 对吗 你你怎么着呢 对啊 挣得比我还多呢 你怎么就恨死了 这个是个恨子 对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样会有个好主意 是吧 没有 我那个 没有 因为刚刚你说 就是那个靠脸吃饭 我意思说应该这样描述 是说 这社会越来越丰富 多元化 多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假如你选择 可以用脸 能够来赚到钱 这样吧 至于说用脸来赚到钱 赚的是什么样的钱 辛苦不辛苦 快乐不快乐 能赚多久 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 那你觉得 如果我们在这个 枪枪三言行 就是每次节目下面 都要卖东西的话 请问我们要卖什么 比较好的 卖啊 看 猴行 卖视频 打小声视频 没有 刚你们一直谈到上亲 我突然脑海散到一个画面 我必须招工 我上过亲 真的吗 对啊 大概15年前 可是我结婚20多年 15年前 从关后相亲 大早 他也知道 他也鼓励我 因为我们一个 共同的好朋友 他在香港创业 年轻人 不太年轻 反正要创业 就搞那种上亲的 他说刚开始要 给朋友嘛 要称称称 对 充人气嘛 他说家辉 你帮忙一下吧 我说不行啊 我有老婆 他说你不说 别人也不知道啊 这样子好 或者说知道 也不介意啊 这样子 我说好吧 既然你坚持 我就去吧 就去 因为也不会觉得 那么多人认得我嘛 我不是邓文涛 他当然不能去 那去 他完了过程 可是当然 后来有人认得我 上亲 你不是那个吗 不是吗 你不是 那时候水果 水果日报应该还没有出来 不然你应该被拍吧 没有那种 非常高档的 很隐秘的 那我总要有个说法 那我早就想好 这个说法 对啊 因为我最近婚姻啊 龟房启薄熙啊 最近那个不太愉快 那所以呢 什么叫龟房启薄器 就是 不是启薄器 叫龟房里面有矛盾 启薄器 我我我只会写 不会讲 你听得懂吗 好吧 龟房启薄器 待会我们的网店就卖这个 就卖这个 网店 就点产品 龟房启薄器 太好 启薄熙啊 我等一下教你 等一下谁可以 每日一致最新单元 好啦 反正 启薄器 反正龟房闹矛盾嘛 对啊 闹矛盾 那在我离婚以前 总要先找好退路了 才离婚比较稳当 比较安全 所以我就出来上亲了 这样 这样给他一个说法 他也接受 对方 而且蛮漂亮 蛮有钱 那你怎么不刚才说 你就做研究就好 来看一下生态就好 不行不行 那那就骗人嘛 你做研究 假如你干嘛 你不是有心交往 嘉辉最近主要是 偶心沥血的这个长篇小说 刚刚完成 第一个读者自然就是太太 他太太也是台湾妹子 看完了之后 就说写得好使啊 很有感 什么话 他有顾名 可是不是这样形容 还是善意的要求 没有 他就写个字 讲几个字嘛 很黄很暴力嘛 说我写得很黄很暴力 可是爱情 是你的老婆 还是冯唐的老婆 我老婆 然后他就是爱情 那个部分不够 那当然嘛 因为我里面是gay 是同志的 那感情我能够想象 不能没有体会过 这个真实 那天咱们还没讲完 就说扎克伯格 有人假冒人家的名义 发一篇文章 代表扎克伯格 答谢中国网友 就说我为什么找个丑妻 丑妻 那天其实还没有讲完 就是说 这个扎克伯格的代言人 丑妻家中宝 老婆 我要找的是 让我觉得最舒适 最好的人 至于说 你们觉得那种美人 在我眼里 才觉得他丑了 你相信这种 过来人的言论吗 不相信 我那天这是没讲完 对 你接着讲 没有 因为那天那种说法 整天好像把人 动作商品一样 说这个人 配不配 那个 那个 配不配 那个 理论上一定 全世界 一定找到 比对方 更配理的人 对吧 这等于是说 理论上一定会找到 比我更配理的人 真正让一段 爱情维持 跟享受 是我们 我们中间 发生的过的事情 we 不是you 不是me 是we 我们 together在一起 对 我们together 投入什么 愿意投入什么 所以我一直说 那些文章 其实都是很熟 他们他用心 都恶搞地想 就熟了 就像当年 他婚后不久 写了小说 不是老太太 不是太太说 很熟